今時今日當然是講華為謀戰 其實怎樣發展 怎樣相互影響 接下來應該看今年的6月26日之後所發生的事 究竟6月26日會發生甚麼事呢 現在當然是講不完的 當然要看長一點的版本 在這方面也會講講 香港的廠家應該又要怎樣去面對這個謀戰 個人又應該怎樣去面對這個可能出來的謀戰 或者是經濟的衰退 而更恐怖的這個是一個滯像 這個就是大家看長一點的版本那裏